一个人学会受戒 受戒是什么 就是要懂得尊纪守法 受戒 戒律 对不对 看见红灯要停下来 不该做的不能做 就是受戒 对不对 在家里 不能做错事情 在工厂 在公司 不能做错事情 在社会上 不能做错事情 就是戒律 明明看见这个东西很好 你不该是你的 就不能去拿 所以一定要记住 因为受戒 就是把你福德的漏洞 给堵住了 因为只要这个人受戒了 这个人就有福了 所以很多的福德有漏 就是因为你不肯受戒 很多人做了很多的功德 最后嘴巴骂人 所以才叫火烧功德灵啊 请人家吃饭 花了这么多钱 最后一桌吃的开开心心 最后讲几句话 今天请你们来 我知道你们都很小气的 所以我特别请你们吃饭了 我看你们都有这个毛病 鼓掌 堵住自己的福德漏洞 不管外界什么声音 都要听听自己内心的佛音 为什么 外面说 这个人很坏 有菩萨说 众生皆具佛性 可能人家有很多难言之处呢 哎呀 这个人偷东西 不会吧 他们又穷得了 连这个东西都要偷啊 哎呦 你老婆在外面 跟一个男人在过马路啊 不会吧 我老婆对我很忠诚的 自己舒服啊 我老婆跟哪个男人啊 是吗 我爸是 是跟一个男人在外面 花火帽三丈 回到家里 老婆 你今天说 你到底跟哪个男人出去了 我跟你爸爸呀 把你爸爸买管棍去了呀 你为什么还这么讲我了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 开始讲了老婆 一讲讲男人 对不起哦 烦恼怎么来的 自己找来的 耳朵听来的 所以不想烦恼的人 六根清净 言而逼舌生意 全部要跟我关注 不要去听 不该听的 说不该说的 看不该看的东西 想好一个方法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都想 嗯 菩萨对我的考验 这个很厉害啊 我教你们啦 今天晚上 你们来的人有福啦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菩萨要考验我了 嗯 菩萨考验我 让我发脾气 我就不发 菩萨说 你看这么多好吃的 你吃吗 不吃 我吃素的 对不对呀 菩萨说了 呦 这个名牌正好在减价 买吧 不买 买吧 不买 菩萨在考验我呢 你们这么一想 成功了 哈哈哈哈哈哈 baja 哈哈